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的报告可能会有一些建议 他说你这个本身来讲是不是有临床的意义 以及建议怎么去做治疗 一般我们做我们就是国际上有关这种癌症的基因减症 比如说这个本身突变的基因它本身是不是有临床上致癌的关联 或是说它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致癌的一些影響 如果说这本身有致癌的风险 我们就会做这个基因未典的一个突变的检测 才会有说比较容易针对这个基因做相关治疗的情况 那再使用这个另癌症这个药一般来讲 就是每天使用一次使用300毫克 每日就早晚使用每天大概使用600毫克 那本身来讲不建议去咬碎 我会建议整颗吞服来不建议是把它剥半的 另外就是说也不建议跟那个葡萄柚枝或柳橙枝去使用 最近刚好是中秋季季节很多人会民众会吃柚枝 那你特别说这种跟那个P450的一些酵素相关 其实很多药物不适合跟柳橙枝或柳橙枝使用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剩功能有一场病人可以做适当的药物选择 要不要去调剂量 年纪比较大的病人事实上安全性来讲 事实上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我们刚刚讲说使用这样来讲 不管是你是荷尔蒙或阳性的转移性乳来病人 或三性乳来病人对 我们刚刚有提过使用这个令萊莎这个药物 它在无病除复率上其实都是有明显的一个帮助 那在亚洲族群 其实大家做尼床试验 其实都会全世界的研究队 都会收很多不同国家的病人 那我们台湾的病人会常问说 我们这个台湾人跟欧美又不一样 体重也不一样啊 那个一些人都基因也不一样 那这个药物使用上是不是有差别 虽然它虽然有30%是亚洲人 那亚洲这个族群这个令萊莎的药物跟其他药物相比较 用在这个生殖性遗传性的那种 尼亚西液突变病人 它其实明显是有改善的情况 那在整个纯螺力来讲 其实也是跟那个使用化料来讲 纯螺力是没有直接差 但是无病的不发力来讲是有改善的 所以它跟原本临床试验得到的数据 不管是欧美的欧洲病人或是亚洲病人 其实是没什么差别的 那另外大家可能会很关心说 目前来讲有一个其他的一些药物 像我知道有的另外一个药就是 就是一个叫阿胜癌 这是不同的公司 他们两个做不同的临床试验 一个是Evrica 一个是OpenVF PAD 这两个不同的公司 都针对VrCA 基因有缺损的病人 去做临床试验的 他们的数换都是以VrCA 本身有突变的患者 去做的一个数换群 那我这边给大家做简单的一个介绍跟比较 一个是要叫达胜癌 又叫令癌3 那他们的临床试验来讲 在使用在VrCA1有突变的病人 在无病除过例来讲 其实两个看到都有明显的差别 一分别是8.6个月 比向5.6个月 以及7个月比向4.6个月 差别大概都在3个月到2.8个月之间 所以要有说不管是VrCA1跟VrCA2的病人 你只要使用这个PAP inhibitor 不管是使用这个达胜癌 还是令癌3 其实都有看到 有在无病除过例上面 实际上是有改善的 那在整体有效的比例来讲 不管使用令癌3或达胜癌 他们的有效反应率 都从原本的27个版本 会增加到63 那几乎都是有增加一倍的有效反应的比例的 那整体除过例来讲 不管使用达胜癌或令癌3 整体除过例的比达胜癌 是没有差别 所以目前这个药 比较容易有观察到是无病除过 今天就被我们尝试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